纳布拉斯加州的州长引用美国农业部的官员的讯息 美国农业部的官方讯息说 180天以后美国将会重新要求移除30个月的限制 然后他们非常喜滋滋的用标题叫做 纳布拉斯加的肉伤从台湾对带骨牛肉的解禁获得利益 他们说今天台湾这个解禁将是180天后全面开放的第一步 苏起啊苏起 你们的密伤是不是也包含180天之后30个月的限制也要拿掉了 美国已经传来这样的消息了 你们的黑箱作业让台湾输得疼口 苏起苏起 你遇到中国也输 遇到日本也输 遇到美国也输 你输得起可是台湾输不起啦 你告诉我们你的绿卡怎么了 本席在4月份的时候再度得到的检举 检举三个人 一个黄建廷 一个袁建生 一个就是苏起 这三个人现在已经证明黄建廷的检举100%是正确的 袁建生的检举也100%是正确的 他的丑门最后美国是用一个非常基层的公务人员个人写一封道歉信替他擦屁股而剩下来的就是你苏起 检举4月份检举的三个人当中苏起你被检举你的永久居留权还没有丧失其中两个人已经被证明100%是正确的本席这一年多以来所有街道的检举到目前为止100%都是正确的 你的身份牢牢的掌握在美国人的手中 你怎么可能站在台湾的立场去有力的对抗美国 好我们继续请潘维刚委员